这个心理学医生突然发现 妻子的身材实在是太给力了 于是他盯上了旁边的小药丸 打算和妻子来一场深夜狂欢 可就在这时 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闯进了家中 医生问他想要干什么 男人却表现得十分激动 他说自己是医生曾经的病人 医生想了想 随后一个名字脱口而出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当初十分乖巧的男孩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劝男人要保持冷静 可男人却更加激动了 医生希望再给他一次弥补的机会 可男人却突然拿起了手枪 经此一世之后 医生开始变得十分自责 直到偶然间 他遇到了一个几乎和病原一模一样的小男孩 同样患有情绪失调症 无法与正常人进行沟通 同样在别人眼中是一个怪胎 然而更诡异的是 男孩从小到大的照片上 都有着一道奇怪的白色光芒 医生下定了决心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之前的悲剧重演 于是他悄悄跟上男孩 打算依靠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拯救他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间教堂 见医生走了过来 男孩把玩具小心翼翼地拿了回去 医生知道这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现 于是他漫不经心地在旁边坐下 男孩又把玩具拿了出来 医生这才注意到 男孩手腕上有几道伤痕 这说明男孩可能还有自残的倾向 可等医生想要问些什么的时候 男孩却拿上玩具离开了 但医生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男孩偷偷从教堂顺走了一尊神像 为了进一步了解男孩的病情 医生把第二次见面安排到了男孩家里 但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他故意表现出今天很高兴的样子 可等妈妈刚一离开 男孩又立马恢复了面无表情 这一切都被医生看在眼里 为了让男孩放下戒心 医生说要和男孩玩一个游戏 只要他猜对了男孩在想什么 男孩就必须向前走一步 反之则往后退 直到门口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谈话 医生说男孩的妈妈在刚离婚时 找过和他一样的心理医生 但那个医生却无能为力 所以男孩也觉得医生帮不了他 于是男孩向前走了一步 医生说男孩也有不想告诉他的秘密 于是男孩又向前走了一步 医生这时注意到男孩手腕上的表 他说那支表是男孩父亲离开前留给他的 男孩没有说话 只是不动声色地后退了一步 医生决定从学校突破男孩的心理防线 但男孩却一退再退 他说这些都不算是自己的麻烦 也没有人可以解决他遇到的事情 但医生却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他开始经常对男孩进行家访 在学校顶撞了老师 医生也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安慰他 虽然只是一些无聊的小把戏 但男孩开始渐渐放下了戒心 直到这天早上 他说同学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怪胎 很讨厌那些看怪物一样盯着他的目光 医生却告诉他 男孩见医生为自己打抱不平 终于在这天晚上 他向医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医生问他多久能看见鬼魂 医生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并不相信 随后他开始记录男孩患有精神分裂 可能需要住院才能治疗 直到这天晚上 男孩再次感觉到了异常的低温 他跟着那道人影走进客厅 起初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妈妈 却看见了一个满脸伤痕的女人 男孩被吓得跑进了自己的帐篷 随后急忙打开手电 照亮里面的所有神像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赶走那些鬼魂 第二天 医生再次找到上学的男孩 这时的他已经恢复了平静 可就在这时 医生发现男孩愣在了原地 男孩把目光看向一边 那里正吊着一家三口 死者恐怖的表情让人毛骨悚然 可医生走过去后 却什么都没有看见 事情变得越发诡异起来 医生已经无法理解男孩的病情 他决定把男孩介绍给其他医生 男孩哭着希望医生不要放弃他 如果就连他都不相信 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理解他 回到家里 医生还是放不下男孩 想起一年前的那个病人 医生拿出之前的所有录音 直到他把声音开到最大 终于听见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医生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寒意 想起男孩之前在教堂拿走了神像 他再次来到这里找到男孩 这次他有办法治疗男孩的病人 医生说那些鬼魂并不是想要伤害他 而是想要向男孩寻求帮助 就在这天晚上 鬼魂再次找到了男孩 先是头顶的夹子一个接着一个打开 紧接着出现了一个口吐白沫的女孩 男孩被吓得跑出了帐篷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医生的话 于是男孩鼓起勇气 一步步地走向那个鬼魂 随后他壮着胆子 拿开了盖住鬼魂的帐篷 原来女鬼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第二天医生带着男孩 来到了女孩的葬礼现场 他和医生偷偷上到二楼 却没想到在这里有了更大的发现 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就是说 找到这种 小 Amsterdam 你是帮助我